哈囉我是劉哲 首先要先謝謝大家 就是這麼熱情的參加 為了慶祝500讚的活動半的抽獎 然後我已經抽出那個幸運的得獎者了 謝謝大家 而且我那時候本來想說 應該是差不多破500吧 結果現在已經 呃可能650了 就覺得哇 就是好像成長的還蠻快的 下一次半抽獎的話 或許是1000人以後了吧 我們就再期待一下吧 然後我不知道大家平常有沒有在追劇的習慣 我自己個人是 恩愛看日劇的人啦 我覺得韓劇的那個步調就是 太慢 就是急速太多 我覺得不是我喜歡的 因為那個時候 像我第一次自己主動想要看韓劇就是 那時候大家都在推那個鬼怪嘛 那時候我就有看 然後我就已經是很努力的 逼我自己在看囉 然後我就想說 到底在演什麼也太無聊 然後我就真的是已經勉強的在那邊 啊跳著看跳著看 然後或者是每次讓他放在那邊 看了已經到大概12集還是13集 我想說我已經看夠多了吧 就完全都沒有吸引我的點 我就 再度的證實 我覺得 韓劇真的是 不對我的痛 去年一的年有很多 讓我覺得非常好看的蜜劇 但是我已經有一陣子沒有追了 最近 又剛好打開來看說 這一季有什麼在演 然後就讓我發現到了 之前我有看他第一季的 房仲女王 他又叫做 賣房子的女人 那部片呢就是在講說 他是一個非常厲害的 房仲 就是不管是 什麼樣子的房子 只要經過他 他都有辦法 用各種手段 把房子賣出去 是屬於那種 輕鬆小品 就是有點 微微的 撒狗血搞笑 輕鬆搞笑的那種類型 就我對於房子是 有一個很大的憧憬啦 就是我從以前就一直很想要 趕快擁有自己的一個房子 然後自己的房間 然後可以 嗯 佈置自己喜歡的家裡啊 等怎麼樣的 這一部是那個 北川金子眼的 然後他在裡面就是屬於那種 不苟言笑 然後非常的女強人類型的 他都會大喊 GO 去命令 懶惰的同事們去做事 而且可能是因為我最近有比較 有在夢想 計畫要買房子 這件事情 看這一部的時候 又更加的覺得 人能夠有一個 自己喜歡的房子 真的是一件很 心中感到很踏實的事情 所以這一季 我應該會主追這一部 如果說有在追日劇的朋友 歡迎在下面跟我推薦一下 我最近幾乎好像都沒有 定期在追什麼東西 啊 禮拜五的時候 我都會看一下那個 森林之王啦 因為台灣也很長一陣子 沒有那種比較大型的 選手節目了嘛 就覺得還蠻好看的 就是 聽歌啊 然後跟那種比賽的氛圍 在森林之王裡面 目前最喜歡的 歌手 應該是 許立傑 或者是 李友廷吧 我希望我喜歡的歌手 可以順利的 打進決賽 我覺得最近實在是太適合睡覺了 所以我決定今天快速的結束這個影片 然後這個禮拜都要上班的 加油 我也要上班 我們一起努力 為了我們九天的年假 加油 OK 拜拜 好快 加油 我們有我們的息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